今天说一下多漏浇水 这是很多的花友 特别是喜爱多漏的花友 就是我说了月季的浇水之后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和月季搞混 就是多漏的浇水和月季 似乎是相反的 哪方面相反呢 就比如说月季是太阳暴晒的时候 去冲叶子去浇水 那是最好的 病虫害也最少 而且对月季来说 就是最舒服的 他觉得多漏不一样 多漏呢 正常情况 我们大太阳还要根据温度来考量 正常情况下 不要在大太阳的时候浇水 那么唯一可以在大太阳底下浇水的时间段 就是温度合适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 就是这两天的洛杉矶嘛 到春寒嘛 很冷 是吧 早上都结冰的 那那种情况下 你要想让多漏 逼出多漏的极限状态 那种情况下 太阳出来了 温度只有差不多 洛杉矶嘛 十摄氏度都还不到 直接往上喷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吧 那个镜头上 是我今天早上喷多漏的那个镜头 然后千万千万不要在超过十摄氏度的时候 大太阳的时候 去直接喷多漏 那么看现在这个状态 今天下午 现在才三点多 洛杉矶 居然天气阴沉沉的 那像这种时候可不可以浇 也是可以浇的 等一下我先拿水管 那么可以浇几次 或者说几天浇一次 我都会说的 大家稍安勿躁 像这样的天 浇多漏就是最好的 然后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太阳暴晒 看晒到八点钟 洛杉矶 晒到晚上八点钟 那你都不能浇 一定 而且还要就是暴晒的情况下 你还得摸一下盆 凉了没有 等凉了你再浇水 所以夏天我反倒不是经常浇水 但是夏天能不能浇 可以浇 你摸了盆凉了就可以浇了 那现在这种时候都是凉的嘛 再加上又现阴天了 如果现在下午温度超过十摄氏度 二十来度是吧 那我也不敢浇 那现在没太阳 直接喷 直接喷叶子 也是如果说温度合适 直接喷叶子 效果会好啊 除非有些多漏是带粉的 那种雪莲啊什么的 像这种厚叶蓝鸟也是带粉的 不过我觉得有点冲掉 问题不大 反而更漂亮了 大家记住关键点了没有 十摄氏度以下的时候 随便浇水 有太阳没太阳都可以浇 温度上来了 太阳底下不要浇水 一定要等到晚上去浇水 那么夏天温度特别上来了 一定要等到盆也要凉了 再去浇水 盆不凉就不要浇 实在不行 你夏天就是偶尔有两天晚点睡 是吧 十二点睡 十二点出来浇也行的 那可以天天浇 然后说到重点啊 就是多久浇一次给多漏 那么其实多久浇一次这个问题啊 很多的人都会问那些卖花的啊 或者多漏店的老板啊 多久浇一次啊 我买回来 其实 其实问了也是白问 为什么 店员就是嫌烦 随便给你个时间 一个礼拜浇一次 得了 是吧 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真正的多漏的浇水 像我是可以做到天天浇的 为什么呢 这个关系到一个多漏的 那个 它的配土的那个 配土的掌握 有底孔的就随便浇了 像这一盆很典型的嘛 我当时 多漏专场里面有一篇 就是专门做它的一个换盆的 是吧 朋友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当时是什么样 红铁泡买来 像颗白菜似的 是吧 又涂又丑 又摊大饼 现在是什么样了 我说月影戏会在寒冷的时候 越来越漂亮 而且会在寒冷的时候 就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是吧 我早上也浇水了 我为了演示这个视频 我下午三点多 我又来浇水了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 而且很多人说 多漏不能浇到上面 是吧 没关系的 只要养得健康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透水性 看这种配土的透水性 就是下面底孔是 不断的就是 你上面的多少出水量 下面就多少出水量流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配土就是 掺了很多很多的石头 是吧 然后那个 当时我是怎么配的 手把手配的那个视频 我都放到这个 是我现在这个视频的 结尾那个方框里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我做的一个 就是配到这个盆里 还有好多的留言说 哎呀 你这个盆太小了 我 我当时我也没法反驳 现在看到了吧 小不小 现在它多路都变小了 而且还生了四个分支 是吧 当时原先的那个头 就是正上方这一个 是不是变小了 是不是 然后满满当当的 是不是更美 这就是配土的作用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配土下 你就是下雨下两个月 我又不怕 是吧 多路要饱满 就是要水的呀 要不然多路肚子里是啥 是油吗 是吧 看 上面的流速和下面的流速 几乎是一样的 是吧 是吧 这样的流水状态下 你的多路 你一天想浇三次都可以 是吧 然后再确保 一个阳光比较好的环境 是吧 就是非常非常随意的那种 那里面 里面圆滚滚 是吧 要养得胖 是吧 在里面 出来想浇就浇 没关系的 所有的诀窍 就是在配土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那么夜叉苗怎么办 看夜叉苗 可爱吧 小苗怎么办 一样的 我这个小苗下面还没底孔 所以我在浇的时候呢 就是和室内浇水有点像 千万不要浇到泡倒 那个程度 所以自己心中要有个树 哪些盆是有底孔的 哪些盆是没底孔的 那么新手上来呢 就是 就所有的盆都要有底孔 我的建议是 然后所有的堕漏 全部都去换了土 然后换土的时候呢 原先的那个根 这一点又是和月季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月季的换根换盆 我当时说了 尽量不要打散 如果不是买裸根苗 就平时 比如说夏天 是吧 比如说那个再过夏天 温暖起来了 去买个月季回来 连盆带土买回来 那你就直接脱盆 整吨子土 别打散 直接去种 不管是换盆也好 地摘也好 但是多漏是不一样的 多漏一定要脱盆脱土 把原有的根 全部都挖掉 剪掉 不要舍不得 你舍不得了那些根啊 就雾在里面 就形成一个细菌培养基 而且想出状态 你都很难 洛杉矶是可以出的 要怎么样出状态呢 你如果不换盆 就是要等那个 原先苗圃的 那个盆里面的营养 物质慢慢慢慢流失了 你才能慢慢慢慢出状态 多漏的出状态 实际上 为什么越养越小 像刚才那个例子 实际上就是我给它营养做了控制 然后呢 就是透水性做了控制 别看我这样子浇水 实际上它马上就干了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状态 其实我早上浇过水了 是吧 我说我为了掩饰再浇水 是吧 下午出来已经干了 很多盆都已经干透了 我如果不浇水的话 那多漏就是一个 就是水多的时候 水少的时候就干透的那种状态 是吧 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多漏会心里想什么 如果它用大脑它想 哇 有水的时候我要赶紧吸饱了再说 是不是 那多漏就是这么养胖的 你就是给它 要水多 然后水多了以后呢 要一会儿又要流掉 透水性 就是走水性一定要快 是吧 那你才能把多漏给调教的 肥肥胖胖的 相当于是 虽然我不知道多漏怎么想 我们拟人化的去表述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改土之后随便浇 没改土的那种多漏怎么浇 那倒是真的没错的 也就洛杉矶可以稍微多浇点水 其他的地方真的 店员说一个礼拜浇一次 倒也没错 而且还得按我说的那种 论一论的方法浇 因为一浇多了可能就黑腹了 是吧 就烂啊 这很正常的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回到家 就改土 那么改土把原先的根全挖光以外 还要晾晒一下 然后再种 那样子是最保险的 然后呢 最最最正下的三幅天 就不要去这些操作了 我的建议是多漏也不要买 或者你真的有喜欢的买回来 先放家里放到秋天凉快了 再操作 那样子是最稳妥的 好 种花养花 我们今天多漏说完了 有兴趣的 我们多漏专场 播放列表 去看看以前的老视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